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这一部分我们介绍的是两个母体中间的比较 这个题目是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考题 那么题目的内容我们大概说一下 有两个母体 一个是T台大 第二个中央C 那么他们要研究什么呢 研究的是说各自抽了九位同学 得到的是年薪的一个研究 他们算出来的话资料是在这边 YT指的是它的样本的抽样的出来的平均数 这是百万的 十万 这个是那就是一百九十万 那这边是它的样本的变异数 C指的是中央的 那么这是它的样本的变异数 现在假设它是基本上是常态 好 那么现在要检定什么呢 第一个 新资的变异数是不是相等 当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母体 又要去检定变异数的时候 我们直接想到什么 讲到的是F分配 来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就开始直接来进行的是检定了 第一个建立虚无假设 变异数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第一个Sigma 第一个Sigma我们用T了 T的平方 等于Sigma C的平方 对立假设 不论是H1或HA都没关系 好我们写H1好了 这是不相等 SigmaT的平方 跟SigmaC的平方 是不相等的 那么一旦写下来了以后 这就是一个双为检定 那么我们的统计量 F值 F值很容易 这是ST的平方 这是SC的平方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本来是应该要除以一个 Sigma平方 这边要除以Sigma 因为虚无假设 已经是相等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消掉了 那这边 我们就依照我们的资料 上面叫做4 下面叫做5 所以4除以5是多少呢 0.8 好我们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统计量也都算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介绍的是 临界值的这个表了 F的分配的表是这样的 图是在这边 这块是什么 双为检定 这里是0.025 这一块也是0.025 重点是我们这个点是多少 临界值这个点 还有这个点是多少呢 那只好怎么做呢 要查表 那么我们把表叫出来看 我们要从哪里找呢 因为我们的N是几 各自为9 所以我们的自由度是几呢 是各自为8 那么我们就从8这个地方来找 这里是4.43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4.43 这边我写一下 这边是4.43 注意的是4.43是什么 F88 那么这边是几 这个地方是因为它两个自由度相等 所以我们这边要写的是分之一 然后因为88都是颠倒过来 还是88 所以这边是4.43分之一 我们这个0.8 我们计算出来的 有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有 它范围在这边 仍然是在我们的接受域的范围 所以变异数是不是相等的 我们接受了相等的这个基本假设了 我们接受它 所以各位同学第一步 A 两校毕业生的薪资的编译数是否相等呢 我们 好 我们写相等 好 第二个部分 他要问的是 薪资的平均数是不是相等 现在我们要检定的是平均数的部分 那么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个数 这是九名 属于小样本 小样本 变异数又相等 那我们要想到什么呢 我们要想到的是 SP 这个一定要综合起来算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啊 我们先计算一下 先做好准备好了 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做加权的变异数啊 是多少呢 底下是两个自由度各自的相加 那就变成了是 8 8 2 16 这边是16 上面这个是 第一个自由度是8 它的 样本的变异数是4 我们就乘上4 我们就乘上4 再加上第二个自由度是8 那样本变异数是5 我们算一下 上面是这边32 这边是40 所以是72 下面是16 来我们算一下72除以16 刚好是4.5 好 那现在我们准备来算我们的统计量 T值 那么在做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的虚无假设先写下来 虚无假设是 μT 解释等于μC 对立假设是 对立假设是 μT 不是 μC 那么统计量我们要算一下 T是怎么写呢 T的统计量是 我们调查出来的结果 这里是 YT BAR 减掉 YC BAR 减掉 μT 减掉 μC 下面这个地方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变异数是相等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一个加权的一个变异数 那这个地方是标准差的话的 我们这边写 SP 乘上根号 N1分之1加N2分之1 那就是9分之1 加9分之1 来我们计算一下 这个地方 因为区无假设已经说好了 它是相等的 我们这边就写了 这边就拿掉 再来 就是说 YT是几 YT我们算出来是19 YC是几 21 两个相减 这边是负2 那么这边SP是多少呢 原来是平方是4.5 所以这边是根号 4.5 这是几 这个地方是9分之1加9分之1 那就是9分之2了 那么再计算下去 我们发现 很好算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都有根号 4.5乘上2的9 9除以9就是1 所以这个 我们的统计量是负2 那负2的话 现在下一步 我们就要准备来查表了 用查T分配表 那么我们这是F表 我们拿掉 我们换成T表出来 好 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T的表 这是一个双尾的简定 T跟F不一样 它是属于比较扁的 那这边是两个 这边是0.025 这也是0.025 现在我们要查的是 自由度是几呢 本题的自由度 这边总共合在一起是16 所以我们要查的是16的位置 16的位置0.025 所以是2.120 这边是2.12 那这边是负的2.12 本题所算出来的结果是负2 负2有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是在的 这边是0 负2的话是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平均数是否相等呢 我们接受了 变异数相等 平均数相等 那么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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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